嗨,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介紹石雕龜 石雕龜是由普里石雕大師陳春輝在十多年前所創作的主題 而後也成為石雕老師們喜愛的創作主題之一 而我本身是在2017年的時候開始創作石雕龜 那我們來聊聊石雕龜為什麼會在這個市場上受到大家的矚目 大約在六七年前的時候臉書社團的興起 所以很多的玩家他把他的收藏的作品放在網路上 跟人家分享 那也慢慢的帶起來這股收藏的蜂巢 那由於市場上需求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造成了很多素人也想挑戰一下創作石雕龜 所以慢慢的到現在至今為止 總共有時候實際上創作石雕龜的 據說統計已經超過了100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第一個是因為工具的取得容易 因為現在我們在淘寶上面買一些電動工具是很方便的 所以工具上取得的便利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工作場域的限制 他不像我做石雕插盤 需要比較空曠的地方 一般來講現在很多石雕龜的作者 他都是在他自家的陽台 簡單的帶一個抽風設備 他就可以在上面進行創作的 這也是造就眾多素人創作家的興起的原因之一 可是後來一個問題出現在於 市場上創作者越來越多 而收藏家沒有增加 所以到後來的狀況就變成功過於求 而造成了目前石雕龜的收藏風潮 就不及以往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創作者需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創作者一多 你就會造成一個風格上的相近 再來就是價格上的競爭 那這兩個點就是很容易造成現在市場混亂的原因 所以那我們本身是做石雕業者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也是相當的重視 那也在想說要怎麼去突破這個困境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我本身自己的作品 那前面這兩隻呢就是我2017年剛開始創作的時候 創作的石雕龜 那時候因為本身該創作還沒有一個所謂的風格走向 所以我都會去嘗試很多樣的樣式 比如說像這隻 這隻就是屬於比較可愛型的 那我的風格我喜歡保留它的石頭的圓皮 盡量不去動刀 那動作上的話我們就盡量簡約 讓它呈現一個石雕龜 該有的樣式 那這一隻是後來的大頭龜 那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它的比例上 就是它的頭 特別的圖書 那這個龜也造成後來一陣風潮 現在也蠻多人在做大頭龜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我們館內目前所有的石雕龜作品吧 首先這一隻 這隻是黑膽石 那這一隻目前也是我的鎮店之寶的石雕龜 它是由整顆黑膽石所打造的 那這一隻也是我首次使用新的龜殼的研磨方式所科製而成的 那這隻的動作形態上也是屬於比較霸氣的 那這隻是去年的作品 2019年的作品 好那第二隻 那這隻它的技法跟上一隻是相同的 那這隻的石材是鐵丸石 這隻是我目前自認為比例上是最完整的 不管它的神韻啦 它的肢體動作啦 它的比例大小來講 都是目前我覺得最滿意的一隻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這一隻 那這隻也是我2017年的作品 那這隻看起來就是更簡單的啦 因為這個也算是初期在創作的時候 比較還不知道怎麼雕刻的時候所創作的石雕龜 不過這隻比較特別是因為我還 加上另外系列就是我拉鍊系列啦 那這個也是我另外一個石雕創作的主題 那下方這邊就是我一些拉鍊系列的作品 那這個有機會有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OK好 那這一隻是貝殼化石 那這一隻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除了它是大頭龜以外 它也是我第一隻做拋光的石雕龜 龜殼部分我就特別做一個菱角的表現 OK 那樣貌就有點像惡龜所表現的樣式 OK 那其實我們石雕龜也是有得獎的啦 這是有黃盔甲啦一些組合式的 好OK 那這邊也是這邊也是這幾年創作的石雕龜 那我的石雕龜的特色就是每一隻的表情都不一樣 那我還是比較喜歡保留石頭的圓皮啦 OK 那再來是這邊的 那這邊是屬於比較口袋龜 小型的 這是屬於把玩型的 那這邊也是這幾年的作品累積 那也是屬於比較小巧可愛型的 那適合隨時可以把玩啊放在茶桌上面 都是很OK的 那當然石雕龜以外我們還是有做一些其他的石雕作品 那這個也是有機會跟大家再介紹一下 這些包括巧雕啦 包括一些作品 OK 那這一隻 那這一隻是黃盔甲 那這個跟剛才貝殼化石那一隻一樣的風格 也是張大嘴的風格 那這一隻比較特別是它的原皮原始是很漂亮很完整的 現在要找到這麼大這麼完整的龜甲石是很不容易的 那再來是看到目前店裡最後一隻 這一隻 比較特別是它是黑膽石整顆原始 那我是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嘗試半幅雕的方式做雕刻 那這隻主題是一隻海龜 然後把它像這樣它在岸上棲息的樣子 這是我目前做的石雕龜 唯一的一隻海龜的作品 OK 好